这次峻谷是来到了广东的开平市 这个地方是叫做虾村 这个村庄十分的特别 它仅仅有十来户人家 里面的这些房子全部都是非常精致的小洋楼 而且都是建于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 但是在建好这些房子之后的短短十来年时间里面 这些房子的主人全部都搬走了 所以它就成了一个空村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走进去看看 一进入到这个村子 我们看到的第一栋楼就是一座雕楼 它叫做四豪楼 是整个村子十来户人家一起集资兴建的 它总共是有五层 也是整个村子的制高点 上面的这些窗开的都非常小 而且它这个窗叶都是用铁板做的 非常的牢固 我们看上面 上面四个脚是凸出来的 是叫做脚宝 像它这种凸出来的设计 它的设计面就更广 无论是向前向下向左向右都是可以涉及到 所以它的防御性非常强 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燕子窝 在这座碉楼的旁边有一座非常大 非常豪华的洋楼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块牌子 写着官国暖故居 那这一个官国暖就是整个村庄实力最强的 这个村庄发生的一切都是跟这个人有关 这位官国暖在民国初年他已经是屡家华侨了 在加拿大赚到钱之后他就回来家乡 带领着村民一起到加拿大谋生打拼 由于他们都是非常能够吃苦耐劳又勤俭节约 所以在积攒到一些钱之后就相约 回来家乡盖洋楼 以这种衣锦还乡的姿态 回来过田园卢木的生活 他们一共盖了十座洋楼 一座碉楼还有一座会所 这里写着桥院 这一栋就是他们的会所了 你看门头上方还有这个枫叶是加拿大的元素 我们过来看一下 刚刚我们过来的时候门还关着的 你好 现在变成了有人居住了 里面还在做饭 他们不仅回来家乡盖洋楼 而且还把加拿大那边的生活方式也带回来了 这个会所就是他们平时聚会议事的地方 阿苏 你好 你好 你住在这里吗 不是 哦 哦 过来这边做事 哦 这里没人住 没人住了 就是他们之后都没回过来吗 回 哦 就是有时候会要回来看一下 现在月前不回 哦 有两三年回来一次 哦 两三年回来一次 那么现在这个疫情 虽然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人居住了 但是看得出来在过年的时候 还是会有人 回来这里贴春联 我们进来看一下 这个院子不大 两边还有小的房间 这里是有一个门头 我发现这个门头上方是长了一棵荣树 你看这些都是荣树的根 这个根都长到这个房子里面去了 假如说这栋房子继续没有人住的话呢 这个榕树是可以把 整个房子给包住的 这栋房子也是大门紧闭 里面是长满了树和杂草 这些草都非常高了 这些窗户全部都是秀记斑斑的了 这后面还有几栋 我们再过去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侧门 它是属于广市西关市的防盗门 即使是把里面的木门给打开 则也是进不去的 它这样子也是可以很好的通风采光 草长得比人太高了 这里已经荒废了很久了 刚刚我们看了很多房子 上面都是命名为某某炉 这个炉其实就是房子的意思了 在我们古代也会有草炉 茅炉 但是在民国时期能够称之为炉的 一般都是两三层的洋楼 其实大家对开平碉楼可能会有一些误解 认为开平这边的老房子都叫做碉楼 其实不是那样子的 炉跟碉楼是有区别的 炉是更加注重生活化一点 它的门窗开口都是相对比较大 里面也是通风透亮 而碉楼他们的门窗开口都很小 而且上面都会有枪沿 他们更加注重的是防御性 刚刚我们来的时候就看到有一群工人在这里装修修整 听他们说 这里以后会发展成一个旅游景点 那么以后大家来的话会看到一个 更好更规整的村庄 就在这个村子的旁边呢 有一家饭馆呢 是开在 在一个碉楼里面的 我们过去看一下 听说那里有鹿鹅非常好吃 老师你好 你好 有没有龙鹅吃的 龙鹅有没有 可以 鹿鹅 有 好 上二楼床 你进去 一楼 好好好 直接上来二楼了 二楼的中间就是一个神主牌 这块神主牌的后面就是楼梯了 我们现在上来这三楼看一下 这三楼就是一个小阁楼 我们可以出来外面看一下 哇 它这个烟囱还是在这个楼的内侧的 两边都有那边还有一个 三楼这个露台就非常大 这座楼呢就在马路的边上 非常吵 哇 哇 你管管的吧 这个鹿鹅啊 广东话正确的发语呢是叫做 鹿鹅 因为刚刚我在进来的时候呢我就跟老板说 鹿鹅鹅鹅 难怪老板没有听懂 这边的鹅肉相当的肥美 尝一块试一下 这个底下是有很多酸菜的 酸菜的味道已经完全渗入到这个鹅肉里面去了 所以它的味道呢非常特别 非常咸香 味道相当的不错 这份鹿鹅的价格是78块钱 准备吃饭了 这个酸菜和鹅肉真的是太下饭了 我又叫多了一碗饭 吃完午饭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三门里 这里同样是有着很多的碉楼 以及鹿羊楼 来这里主要是想看一下一座 开瓶市最早的碉楼 它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是建于明朝的 阿姨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那栋 盈龙楼在哪里 这个是小红颜楼 哦 你是小红颜楼吗 对 这个是小红颜楼 太多了 哦 好好好 刚刚有一个红颜楼 哦 好好好 谢谢啊 嗯 就是从这条巷子里面进去哦 这个巷刀非常窄 又宁静又古朴 前面这一栋就是 开瓶市最早的碉楼了 它叫做盈龙楼 它总共的占地面积是150平方米 楼高是有三层 11.4米 它是当时全村的制高点 它一楼和二楼用的是这种红砖 它这个红砖是明朝的时候的红砖 你看 非常的古老了 而且它的这个块头也是非常大 一块它的宽是有33厘米 而上面的青桌是在 民国的时候加盖的 所以它的这个颜色是不一样的 这座银龙楼它的墙体是略微有点向内倾斜的 就是像一个梯形一样 当然我们现在这样看不是很明显 这个屋顶是属于咱们中国传统的印山顶 那个时期的碉楼也是没有受到华侨文化的影响 是属于咱们中国传统的碉楼 这里人建这样一座碉楼 它除了有防匪防盗的功能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里它地势比较低 容易发生水灾 在1883年的时候 开平市就发生过一次很大的水灾 当时很多村庄都是被淹没了 但是三门里人就是因为有这样一座 银龙楼 全村人就逃过一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